没有关于日本新政府的消息就是这些 谢谢了 还是要把时间交给于飞 好的 请议 接着来看 据韩国朝鲜日报报道 朝鲜前最高领导人金正日去年猝死之前 曾因听到西川水电站施工不善 导致漏水现象严重的报告而勃然大怒 知情者称 随后金正日在怒火尚未平息的情况下 紧急前往慈江道视察 结果猝死 西川水电站是慈江道西川市青川江流域的水利发电站 原本需要十年的工程 在短短三年多以后 也就是今年的4月5号就宣布竣工 然而盲目缩短工期造就了豆腐渣工程 大坝到处都是裂痕 漏水现象严重 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